丈夫车祸去世 妻子经手机装进骨灰盒 想听到丈夫的声音 然而去扫墓时 竟发现骨灰盒中的手机 拍走了奇怪的东西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介绍一部香港恐怖电影 三五 最天深夜 中年男人老关因失眠烦恼的爬起来 对着布娃娃自言自语 还跳起来鸟叔的江南斯大 哦 哦 啊 哦 哦 哦 之后迷迷糊糊睡着了 清晨特别闹钟叫醒 买个面包边吃边走准备开车 途中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 他没敢过多耽搁 赶到工地还是迟到了五分钟 工头早就看得不顺眼 借机炒了老关的鱿鱼 第二天 老关到一家烧拉店切插手 老板就嫌他肉切的后 再次丢了饭碗 老关在报纸上看到一条 劫匪却复生王妻陪葬品的新闻 于是打起了偷骨灰盒额钱的买卖 他深夜浅入墓园 随便挑了三个骨灰盒 放进背包 并分别留下字条 让家属拿五万块来输 这一路始终有个小伙子跟着老关 老关却浑然不觉 老关也怕怪 到家后 他照着报纸上符咒 用红油漆的锤子上画符 一天过去了 老关接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 那边说 自己不会去收父亲的骨灰 老关偷走 还省得自己每年去祭拜了 记得老关把老人的骨灰 直接冲进了马桶 半夜 孤魂野鬼开始叫门 让老关收留他们 老关登上野的偷偷向外看 一个死鬼突然出现 把他吓得直接摔了下来 这时他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 说要赎回阿杰的骨灰盒 两人约定凌晨十二点 在餐馆见面 男人无声无息 突然坐到老关面前 把老关吓了一跳 男人说 自己是阿杰的堂兄弟 不想让嫂子为难 痛苦的给了老关五万港币 拿回了骨灰 而男人偷偷拍下了 老关点钱的照片 老关点完钱 发现男人也经下了楼 看到窗外男人夸张的表情 他想起 这个男人 正是骨灰的主人阿杰 那天 阿杰兴奋的打电话给妻子 说他们看好的一处房产业主 帮不住 降价十万 等红灯时 一铃货车违规突然转弯 阿杰吓得不轻 停在路边正有发牢骚 一辆轿车猛的撞向了他 阿杰当场隐妙 这起车祸正是害老关迟钝的那起车祸 看来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阿杰妻子始终无法接受阿杰的离去 悄悄将一只手机塞进骨灰盒 希望能再次听到阿杰的声音 这间夜里 阿杰给老婆打了电话 并托沫让老婆明早驱递的灵位 老关到家后 发现阿杰给他的纸币都变责了冥币 吓得滑着火台准备烧掉 却不慎点着屋里的炮住 他也被烧成了火热 次日阿杰妻子赶到墓园 发现手机已被拿出鬼盒 打开手机 妻子看到了老关点琴的图片 而此时老关也经变成了孤魂野鬼 放手 老河是个风水先生 不过今晚他就准备关掉店铺 回中学交中月了 早晨他约了妻子在餐厅吃早茶 低头捡东一时 看到一个满身滴水的鬼魂在前桌落座 妻子知道老河又看见鬼了 吓得尖叫的跑了出去 蓝姐是老河风水店的邻居 经营着一家水晶小店 自从知道老河拥有阴阳眼后 开始带美童 期盼也能遇见鬼 老河回到店铺不久 张太太与张次儿就上门了 张太太说 她这两天总感觉身后有阴风 老河这才注意到 他们就是早晨坐在她前桌的夫妻 他们进来时 老河闻到一股浓烈的海水味 张太太盲说 这两天自己也总能闻到海水味 老河最后一天营业 不想办事有始无终 将两人转接受给了蓝姐 回到店里 老河发现 店里多了一个年轻姑娘小婷 奇怪的是 小婷面前的罗盘指针 摆个不停 小婷说 自己是学校游泳队的 显然老河帮自己看一下爱情运 但说啥也不肯张开左手掌心 抬眼间 老河的阴阳眼看到小婷变成了鬼 小婷说自己男友姓张 没等老河细问 小婷也已经跑了出去 小婷走到水晶店门口 突然一阵干呕 蓝姐急忙出来询问 小婷连忙摇头 转眼功夫 小婷就不见了 老河说 自己尖早装进的鬼 就是小婷 怀疑小婷是被淹死的 蓝姐听好兴奋不已 因为张瑟是学习的游泳教练 她怀疑张瑟很可能是小婷的男朋友 很快蓝姐查到 张瑟学习的王者 与小婷的校服一致 并且中温海面几天前 发现一具身穿校服的女孩服尸 正是小婷 更棘手的是 小婷此时已怀孕三个月 而张太太也怀有身孕 老河怀疑 小婷回来 是想毁掉张太太腹中的胎儿 张太太发现 家中地上出现了两个沙子脚印 冰箱门和房间门无常自动打开 接着女鬼小婷陷了身 老河给张瑟打电话 询问她是否拿走了自己 坐过标记的CD 得知张太太好像出事了 当地与蓝姐赶往张瑟家 赶到后发现门也被反锁 张瑟也被关在门外 没时间寒暄 老河直接了当问张瑟 是否和小婷发生过关系 没有小婷一直死死握紧左手不放 张瑟却根本想不起来 老河借着拿CD的油头 劝小婷打开了门 只见小婷正挺着肚子 学着张太太的模样 在镜前梳头 老河劝小婷放下执念胜路 见小婷不肯 老河与蓝姐抓住机会 掰开了小婷的左手 发现掌心中写着love 小婷呆住了 不明白手心中的字 为何会烂掉 蓝姐说 不是出自真心的东西 才会烂掉 老河说 张瑟连在她手心写了什么都不记得 怎么会是真心 在两人的劝述下 小婷终于认清 张瑟是渣男的事实 放下执念 安心上了路 老河赶到餐厅与妻儿见面 发现儿子竟然也遗传了自己的阴阳眼 而且儿子觉得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经哲 经哲这天 很多人会聚集到额镜球下 请神婆帮他们打小人 其实打小人的习俗 早在圣唐时期已经流行 称为燕祖或燕圣 用以宣贤内心的不满 傅太拿出两张照片 让神婆朱姐来打 一张是儿媳的照片 儿子娶了媳妇 就开始不听自己的话 第二要打的是二奶 并要求朱姐打丢二奶肚子里的孩子 接着一位男客人要求 朱姐打影响自己伤悲的小人 男人嫌朱姐打得不够狠 干脆签字上针卖命 打起了小人 周姐准备收工时 她没钱来了一个年轻女孩 确实的说是一个年轻女鬼 女鬼说 自己又打三男一女 四个无名士 即由签字来打 女鬼一边打小人 一边哭泣 似乎受了莫大的圆区 朱姐见状 地上一只用抱着抱着的帆布鞋 让女鬼穿着的过那一核桥 谁知 女鬼竟用帆布鞋打起小人 几天前 女孩被抱尸荒野 已被奸杀 而女孩被尸抱时 正巧被朱姐碰到 那一晚 三个男人将女孩拖进厕里 其中一人是朱姐的儿子 朱姐明明可以上前阻拦 她却选择了袖手旁观 事务警察向朱姐了解情况时 她也没有如实相告 此时 伤害女孩的两名男子 也相继遇难 两根蜡烛随即熄灭 朱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连忙给儿子打电话 儿子一家三口成都电机下楼 信号非常不好 朱姐心急如焚 命令儿子返回大厦别出来 可惜还是迟了 瞧着一辆车的施工 撞向围栏 掉下的一段围栏 直接把朱姐儿子 钉在了卷帘门上 而朱姐自己也被一辆汽车 压在了下面 与儿子只有支持之国 朱姐恳求女鬼 让自己代替儿子去死 留儿子一条活命 女鬼为朱姐的母爱所感动 放过了朱姐 血在血肠后 女鬼流着眼泪 走向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以上是李比华鬼魅系列 《迷离夜》中的三个小故事 故事没有过分吓人 却每一个都发人深省 第一个故事《三物》中 任达华完美演绎了一个 抵腾百姓生活的辛酸与不易 窝居在棺材房 起早贪黑去上工 不想吃救济 却被频频炒鱿鱼 走投无路时 转为捞贫财 却直接丢了小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君子爱财 却知有道 若非走投无路 千万不要电解赚死人的钱 哎 好像哪里也不太对劲 这个故事中有一些小细节 我开始一直没看懂 比如老关总是自言自语 和双胞胎玩偶说话 还有在收拉店外 他似乎在把插收 送给某个看不见的人 那时他的鞋扭曲得非常严重 以及多次出现的饱死鬼 即使老关身边 一直围着的鬼魂 那段居无定所的双胞胎姐妹鬼魂 他们一直跟着老关 据说被鬼魂纠缠的人 走路脚回点起 这样想来就能说通了 电影中 收拉店老板的奏音 突然变成了老关的声音 那时老关占用了老板的肉身 并且借用老板的肉身 用力掌柜了 有钱也不救济穷人的饱死鬼 第二个故事 放手很温馨 结局很好 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是 不管是人是鬼 遇到渣人都要及时放手 及时止损 放过他人也是放过自己 只是觉得两个大腕 演得有点啰哩啰嗦 好像为了凑戏份 而强行增加戏码 第三个故事 是我本人很喜欢的 瘦音音的猪姐 非常接地气 打小人的咒语也巨道 朱姐爱子心切 却疏于对儿子的管教 没有给儿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自扫门琴雪 对别人莫不关心的态度 酿成了最后的悲剧 这部电影很有港片的味道 讲求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动动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小雨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 不思讨训练之后 再继续 记住小雨哥 让你做了这些 我们都在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